有关言论毫无依据 无视香港继续成为国际人才聚集高地的事实 不负责任的贬损香港自由和人权状况 是对公众和舆论的误导 实际情况是 当前香港对国际人才的强大吸引力有增无减 香港特区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年终至2023年年终 香港人口净流入17.4万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离港潮 2023年1月至11月 特区政府各项引进人才计划 共收到20多万份申请 其中超过12万份获批 8万人以抵港 远远超过每年至少引入3.5万名人才的目标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员公布的 2023年世界人才报告当中 香港人才竞争力水平在亚洲地区高居第二 这些数据和事实充分说明 香港继续受到世界各国人才的重视和青睐 当前香港进入游乱倒置 走向游质极新的新阶段 香港市民安居乐业 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得到切实保障 这位海内外人才在港创业新业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难得机遇 我们相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将进一步强化 经济社会各领域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将进一步巩固 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也将进一步提升 中国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特区 吸引国际优秀人才 不断打造新优势 欢迎世界各国各领域人才 到香港创业新业 共同分享香港发展机遇 共同开创香港的美好明天